跟101比身高的炭治郎 放天燈的米豆子 还有和女王头合照的善意 在夜市大吃大喝的一直住 日本夯动漫《鬼滅之刃》全集中战来到台北展出 结合台湾在地特色 要让粉丝和专属Q版人物造型留下满满回忆 我们这次《鬼滅之刃》台北战 从日本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力气 然后来说服日本可以来巡回到台湾 所以我们台北这次是海外的首战 所以是真的非常的难得 那当然这个展在日本的时候 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那我们也很希望台北战的部分 也可以有很高的人数 因为《鬼滅之刃》的热潮 相信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爱 那我们预期它希望大概有15到20万的人潮 《鬼滅之刃》全集中战亚洲巡回战首战在台湾登场 将日本原汁原味以造门炭治郎励志篇为主所规划的展品搬来台北 包括1比1日轮刀 鬼沙队制服及无限程鬼沙队角色介绍 许多禁止拍摄的物件邀您到现场一睹为快 《鬼滅之刃》全集中战台北战 它其实就是从日本全集中战直接原汁原味的搬来台湾 那这次搬来台湾除此之外 我们台湾其实有自己特别的新增的展区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蝴蝶忍跟香奈呼 他的在蝶屋的场景 那这个都是之前在日本看不到的 然后还有像是无限列车的车厢的内装 大家也可以坐在车厢里面 然后跟研柱的便当一起拍照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 之前在日本没有的 那这次的展览也有就是各个城市在日本巡回的时候 台北现在这一站也会有台北的限定图书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探测狼呢 跟101一起合照然后的图 所以我们有总共有五个角色的五张图 所以这都是在台北站台特别有的 那希望粉丝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 台湾展新增两个拍照区 蝴蝶忍与香奈呼及无限列车车站 还有大一幕呈现经典动画 让影迷看得过瘾 惊喜的小游戏也让民众有所互动 一些抓鬼训练 会被找出左右滑道 找到它 然后就找到 所以我可以展现 所以我可以实际都有去享受 这次的展览其实有很特别的地方 那像是语音导览的部分 我们特别是请了鬼灭之刃动画的台湾的声優来配音 所以我们在进入展场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角色的声音来陪着你一起逛展览 这也是很难得的体验 那另外我们在就是有发想了一个网页的小游戏 那大家连接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们有机会就是进入了鬼杀队的训练 那训练过程以后你破关以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鬼杀队的证书 人与鬼的精彩故事 华丽的战斗画面 搭上时而幽默喜感的角色描绘 让鬼灭之刃动画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这场展览将在科教馆展出到10月10号 错过2020年日本展出的粉丝们 现在不用出国就可以欣赏得到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